一路从中影小助理到成为国际级摄影师的过程 借由大胆的尝试找出细腻写实的光影古桌 施以优美的摄影风格 二十几年来 李平斌的名字在荧幕的光影闪烁中刻画在观众的脑海里 也清晰烙印在台湾电影史的《飞夜》上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镜头中画刹那为永恒 各位新领奖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跟斌哥一起对谈 在台湾的电影圈 斌哥应该算是一个代表性人物 因为他走出台湾 他格局不仅限于台湾 他一个人就拿了五座金马奖 最佳摄影 其他大小影展的摄影讲座就不在话下了 同时我想他应该也是两岸三地最忙碌的电影摄影师 他在电影界辈分很高 同时他也与人为善 广结善缘 所以大家都叫他一声冰哥 那我想今天我们是不是以冰哥来称呼李平平先生 好 谢谢 好 但我想问冰哥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您拍了三十年的电影 您觉得电影对你来讲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本来这个电影是只是一个工作最早 然后慢慢发现 好像我的人生每一次在重新的历练 跟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故事 所以让我每一次在拍摄过程里面 看到了好多不同的生命 所以我每一次会有一种新的力量 我目前已经拍了八十几部的剧情片吧 最迷人的我觉得就是我有八十几个不同的生命 我历练了八十几个不同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很丰富的 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让我体练那么多不同的面貌 面相 太棒了 有八十多个小孩 或者说经历过八十多个生命 那我不想您在拍这八十多部电影的过程中 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movie guard 或者一个电影之神在那边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跟他的连结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这个是很微妙 其实这个是非常强烈的 我常常遇到这种感觉 我记得我在拍一个空气人形 一个日本电影 在一个电车上 然后我的日本伙伴 他们打了很多光 非常不理想 但是因为为了尊重 我让他们先尝试 然后最后我想这个方法不行 因为速度很快就要 就在这个就几站之间就要拍摄完结 如果再重来一次是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我就请他们把灯关掉 我心想就是黑了也就黑了 但是总比那么不真实的光影好看 但是在我叫他们关灯的时候 阳光进来了 所有的那个镜头是让每个人都很惊艳 怎么会有阳光 我也不知道会有阳光 但是在关灯之后 那场画面光影生动 然后所有的细节都表现了 那其实这是我们常常遇到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在我自己心里面 我常常跟猴岛会常常觉得 很多东西在文字写成的时候 其实光影在那边等你了 你改变不了 你要顺势 顺着势而去 所以有时候 我常常觉得就是 比方我拍最好时光的时候 我们去迪化街看了一栋老房子 但那个老房子的年龄跟那个年代感 还不够我们想拍摄的年代 但是他的那个窗户玻璃非常迷人 然后住了几个外国朋友在那边 然后我就跟猴岛讲 我说当年这些窗户等你等了七十年了 你还选什么 当年说我要一百年的房子 我说但是这些那么美的窗户 只有几个外国人在欣赏 我说我们要让全世界人看到这个窗户 那个很迷人的窗户 后来我们那个最好时光的第二段 有一段是默片的 是讲1901年到1911几年的一段片子 我们就把这个窗户的细节 表现在影片里面 那事实上 因为这个窗户也帮助我们那个片子 当时可以成立成默片的那种氛围 其实是互相的给予 谢谢宾哥这么生动的回答 那我很多人对宾哥的成长 也有很多的好奇 因为成长环境或成长的过程里面 跟电影是不是也有某种程度连结 那这个连结到现在 是不是还在发生这个影响 其实这个很少人问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一个遗族家庭 那我从小其实是在一个遗族学校长大 那这个遗族学校 有些人叫孤儿院吧 但是它那时候是政府办的一个 给国军的阵亡将士的一个家庭 抚养不起小孩的时候的 政府帮他们抚养 那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常常有一些电影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当然也是有黑有白 比方我有很多朋友 后来都是竹联邦的创邦大哥 但是他们也后来也都有很好的成绩 也都很好的改变 那其实人生可能开始的时候 都有好多不同的路可以选择 但是因为一次选择不一样 就改变你整个人生 像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刚开始有机会当摄影师的时候 有一次有个机会是 有一个张艺导演他要拍个电影 叫我这样过一生 他找我去当摄影师 但是那时候我想我有一个师兄 他我很多经验都跟他学的 但他机会没有我好 那我很喜欢他 所以我就骗了张艺导演 说我有别的工作 我就把我师兄推过去了 那他也很成功地拍这个片子 但是因为这个机缘造成了 侯孝贤导演要拍童年往事的时候 没有年轻摄影师 只剩下我了 所以我这一生就改变了 我就跟侯孝贤就这样飘到那边去了 那从一个我只懂技术的 慢慢跟他一起 学会感觉 学会味道 学会去了解那些光影跟生命 跟就是人生经验的配合 那今天都是 其实就是人生常常是 一步就改变了你可能后面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人生因缘成妙不可言 我想兵哥一念善念 那力量是无比强大的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 兵哥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了 有什么样的因缘 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 让你喜欢上摄影这件事情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 我常常那时候去那个遗珠学校之前 我们住在凤山 那个一个眷村里面 那有一个竹子搭了一个戏院 然后我晚上就下课以后 东西一丢就跑到戏院门口 等有人进去的时候 跟人家屁股后面就进去了 不管小孩子嘛 就不管就让我进去了 然后时间久了以后 那个管系员人也认识我了 那就叫我再 他们也就让我进去 但是有时候要我帮他们 做点杂活 比方我放学经过 那个管理员可能会说 你去帮我买一包花生米 什么的 那有时候就是 所以后来就在那边 看了很多电影 那时候有很多黑白的电影 那时候就对电影 有个迷恋 就一直想 这是什么工作 这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 那比方那时候 因为没有知识 所以看电影里面 每一次杀一个人的时候 你觉得 哇那就 这好可怕 拍个电影要死很多人 所以 或者有人飞来飞去 都觉得很奇妙 所以就想接触这个行业 然后 在我退伍的时候 正好中影 中央电影公司 有办那个技术人员 训练班的一个考试 那人生有时候 很多时候我觉得是 有命运 有运气 但是也有自己的努力吧 比方我进中影 就是一个运气 因为考试的时候 所有的题目 大部分都不会 那我就左看看 右看看 那我可能运气很好 看到的都是对的答案 后来我就候补 我旁边两个都没候补 也后来就没再见到他们了 那很难考 因为有一两千个人 只录取二十五个人 然后我是候补 然后运气更好 是因为有一个人不能来 所以我就才进了这个中影 那这是我的运气 我觉得 但后来我开始很努力 我一天 人家可能八个小时 我做十二 十四个小时 我用更多的时间 去学习不同的技巧 技术 那也才有往后越来越多的机会 所以宾哥也是到中影之前 才真正接触摄影 那之前那间平面摄影 接触也不多是吧 没有 那时候看电影是最大的一个接触了 因为我们没有那些钱 连利用钱都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常常 读书的时候 常常是只有一个瓢羹 都是吃同学的便当 好那想请教宾哥一下 就是我想在每个人在选择职业 那尤其在一个创意的行业里面 人很难相信说自己做的是对的选择 那有很多时候可能 大家会怀疑说 这条路我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 到底我选择对不对 到底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财情 那请问宾哥 有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怀疑 然后您在哪个阶段或者哪部电影的时候 您真的肯定自己做好 我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就是以后在这个行业可以发光发热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阶段 哪部电影可以跟你分享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要骗自己 比方我们年轻时候 那个摄影师高而不可攀 那我们有些小助理 就常常每天工作在一起 那我们常常就开玩笑 我们说摄影师很容易 只要有三大保证你就可以当摄影师了 那什么三大保证呢 就是焦点清楚 就画面清楚 曝光正常 也就是基本的这个技术 另外一个就是镜头推拉攀 人都还在画面 你就可以当摄影师了 这很容易嘛 其实没那么容易 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骗自己 自己鼓励自己 我们都几个年轻的助理 常常是这样子 这样子开玩笑 大家互相互眠 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 你喜欢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一定要坚持 因为什么事情就怕坚持 一坚持 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达到 我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落来的 他们都是因为坚持 有的时候有些人是 你要大胆 比方像侯孝勤有一个秘书 是法文的 他是也是公司的员工 欠展 他怎么找到这个工作 他在路上碰到佛孝勤 他就说你是后导演对不对 后导演说怎么样 他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工作 后导看啊 说那你明天来公司 就这样 其实如果你不敢开口 你没有企图心 你没有追寻这个事情 永远不会来 那来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 也等于没有来 因为人生都是 都是在自己手上的 因为朋友 什么人能帮你 都是很有限的 但是您在哪个时间点 觉得您不只是一个 一般的电影摄影师 你觉得你是可以到 另外一个城市去的 有哪个时间点 有这种感觉 我到现在也没觉得 我可以去哪 因为我每一次 其实都是面对很大的挑战 而且我每一次都是很害怕 为什么因为我每次 人家一个导演找我 我每次有个工作 我都想我可以替他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因为每一次是一个竞争 每一次是个挑战 每一次你不往前走 你不有所为的时候 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 就是在我的行业里面 常常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 比方夏天的滋味 我们在越南拍的时候 今天法国人 没有人见过我 人家看过我以前的一些影片 他们不知道这个片子怎么来的 人家知道这个名字 但人家不相信见到的这个人 所以他们要做试骗 试完片以后 他们送回法国 又私下讨论什么的 然后开拍前一天 陈英雄导演约我 他从他住的酒店 走到一个小酒吧 我从我的酒店走到一个小酒吧 那谈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的试骗在法国看了 那个投资人很满意 但拿到越南看以后 大家觉得很差 那所以有些人在现场的法国制片 就建议说 是不是再往后演一阵子 先再做演试验 看看这个人到底行不行 那陈英雄导演就约我见面 就告诉我这个实情 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说我觉得明天可以开始拍摄 那陈英雄导演也非常好 他说我找你来我就相信你 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正式拍摄 那后来他坐个三轮车回去 我走路走了很久 走到我的旅店 一路都在想 我到底能做什么 我到底可不可以 深入这一群阿兜儿的要求 这些外国人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那其实 我很有信心 但是你还是会遇到这样的挫折 那但是这些挫折打不到我 为什么 因为比方你法国这样看他满意 越南看不满意 当然不满意 越南根本没有这个工业 没有好的方言基因 怎么会看到好的影像 但是很多时候 你没办法跟别人解释 尤其是技术工作 你的最好解释就是成果 你要看到的结果是最好的解释 所以你也不能像 像我们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有100多人 有时候有七八十人 你不能像每个人一一解释说 不是我的错 我本来打很好光 但是什么什么 不行的 所以最好解释就是结果 那这样经验 即使到了我2000年得过 砍成摄影奖以后 我还会遇到 还一直不断地遇到 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 没问题 因为对方对你的怀疑 就是你的一种助力 就是给你一个压力提醒你 你必须自己不能自满 自己要重新开始 重新出发 重新去 去 讲会不会太长了 很好很好 那不长我再讲 像刚才说完那个陈毅雄片之后 另外一个法国片叫 今生情未了 我去的时候 然后我跟那个导演讲 我说导演 我这次是用一个日光片 来拍整个电影怎么样 那导演很兴奋 那各位可能不明白 就是用一个不常态的 反其道而行的方法来 拍这个片子怎么样 导演他也不懂 但他很支持我 他也很兴奋 那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想找新的影像 找一些不同的感觉 但是 制片他们不太懂 其实我也不懂那时候 因为我在尝试新的 但是我有信心 那我在LA 在纽约 在加拿大 就遇到很多冲影厂会 来问我们的那个制片人说 你们摄影师只用一种 日光片拍夜景 这个日光片是拍日光的 拍白天的 怎么会拍夜景呢 然后大家都很担心 会不会是一个很外行的摄影师 那其实 那是一种风险 那是我自己把自己 摆在一个很边缘的地方 去希望能够撞击出一种新的视觉 那后来隔了半年以后 片子在法国剪完 他们看完片 然后制片在Email写了 很长很长的封信向我道歉 向我不断的恭维 说影片有多么棒多么棒 那这些东西 不是因为他道歉 而是因为他让我知道 每个人都会喜欢我的这样做的结果 那这样就够了 那这样对我来讲 我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忍耐都值得 好 太好了 那刚刚既然讲了很多故事 所以这个问题我再倒过来再问一次 现在套出更多故事 就是冰哥有没有在这个 这么长的职场生涯里面 哪一度会觉得沮丧 或者是觉得做的没意思了 会觉得自己不想做了 想停下来 有没有这种退缩的心 或想退转的这种念头 早期曾经有过 因为那时候去香港拍摄 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就是在90年 1989年 88年我去香港 我觉得我每天就是不想起床 每天就不敢去现场 为什么 我不是怕那些人 我只是 我只是就是觉得我自己的 好像能力没办法应付这个环境 但是那个 那个是我一个新的开始 是我重新扎根的一个地方 我必须每天要面对 那那个段时间其实是 对我来讲是蛮灰暗的一段时间 但是也 常常也是在最灰暗的时刻 就是成长最快速的时刻 我自己现在可以这样讲 因为那段时间训练我 克服了更多的困难 面对了更多无情的 事物跟人物 但是我都一一克服 而且都有很好的结果 那那天过程里面 现在回想起来 有时候还很精心 因为如果稍微一气垒就结束了 那之后就反而 越来越丰盛 就像我愿意把握很多时间给新导演 像新疆西藏的导演 我愿意他们很少资金的情况下 我愿意去帮他们 让那个地方有一个电影创作的导演 那我觉得那些宽厚的后来 是因为前面自己的 经过那些过程以后 才有这些能力 好 谢谢宾哥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说 您在这个创意行业领域 是一个成功者 那不过 因为有现在很多下一代 对电影都很有兴趣 想去追求电影梦 但是我想这些年轻人 其实都很有决心 那希望去学 然后他也可以学得专业 但是不是这天分 如果天分不够去做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所以我想问问宾哥就说 这个天分到底要不要 放到这个考量里面去 是 其实因为如果 我觉得做导演实在有天分 因为导演第一个就是 你要 你不用专精每个部门 但是你要知道每个部门 你不用全部会 但你只要会用人 我觉得导演是需要 多方面的这个天分 在电影这个行业里面 是非常困难的 那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可能 我觉得就是比较 努力是最重要 那时间丢过很快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 好那现在开始 有问题的请举手 好 这位朋友 先谢谢罗先生 然后也谢谢宾哥你们 宾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一两个你很一直在关切的故事 而且你很想讲出来的故事 希望可以听到 从宾哥的角度的故事这样子 谢谢 这要花很多时间 简单讲就是 我有一年在上海拍戏 电视看到一个最佳 全中国最佳放映师 然后这一个老先生上来得奖 他十大放映师 然后他说 我骑了两天驴 坐了什么车 什么车 一个礼拜 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怎么还有这样子 还要骑几天驴 我就想 哇 这个好动人 所以我就想去找这些资料 就是拍一个 这样的放映师 那我想把它放在这个 抗日到解放 这样过程里面 他是一直在这个 乡村去放那些 抗日的那种片子 然后最后解放他都不知道 最后还在放抗 讲什么 抗日的什么精神的那种片子 最后被抓了什么的 后来我写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发现 诶 意大利有一个片子 天堂摄影师 然后我就把它放弃了 这是 那其实是不一样 因为我把 我故事里面是 是有天地人这种 就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这个人怎么样利用天地来生活 然后一个人游走在乡村 去放映他的一个 就是工作的一个任务 那电影一开始是很迷人 一开始是看到很多 绿的眼睛在移动 那你以为就是 从四面八方移动 看到一个小山坡上 有一点点火光 然后一个老头在那边 做一些晚饭什么 然后慢慢这边 绿眼光移动过来的时候 原来是一些人群 移过来 然后那个老头的 老先生的洗礼里面 有一个箱子 一直在那边 大家焦点一直看的箱子 觉得里面有宝贝 后来老先生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大家打了两败俱伤 乡民就问老先生说 那你那箱子里面是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 老先生就打开一看 是一个放映机 他说放个片子给你们看 电影这样开始 那时间丢过很快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尾声了 好我想各位是不是用热烈掌声来 感谢兵哥 谢谢大家 我的心 你 在情思中堪渴 我的信念充满千